这个男人用一根香肠就想勾搭寡妇 寡妇也知道天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早餐和晚餐 本以为也就是占点小便宜 没想到男人的目的可不是占便宜这么简单 我就是想到你家做倒叉门女婿 我想入坠到你家 你可能觉得有点突然 大姐领导同志 我在这厂里转悠好几天了 只有你 只有你符合我的条件 梁拉蒂愣了一下 很快的他就反应了过来 崔大可是南台公社的农民 户口还是农村户口 他这时想通过当上门女婿来解决户口问题 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 这算盘可打得真精明 想用这根香肠换他一个大活人 再说他梁拉蒂还没这么下贱 当场拒绝了崔大可 不料崔大可的话直接激怒了梁拉蒂 你为了一张餐具 你满世界的跟人犯骚去 我 谁犯骚了 你说谁呢 你啊 大兄弟 你来 我弟说小小话 梁拉蒂超起气焊枪 就打算给崔大可一个教训 崔大可被吓得赶紧往外跑 逃跑之前还不忘记把那根香肠带走 而厂里最近要举行会餐 为了能吃到好吃的猪肉 厂里特意把南翼又调回了厨房 并且负责食堂的工作 还有这次会餐 当梁拉蒂拿着好吃的饭菜回家以后 他的内心还十分的愧疚 因为他答应给女儿准备四道菜 结果现在只有两道 这还是他求爷爷告奶奶弄来的 不料三个儿子又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梁拉蒂看到猪尾巴的那一刻 内心瞬间就崩溃了 这样是被厂里知道 那可就麻烦了 这几个儿子非得被保卫科带走不可 不过转念一想 他就让孩子们赶紧把菜都吃了 吃得干干净净的 来个毁尸灭气 对 你们都吃得光光的啊 一点都别剩 千万个别剩 你们知道这猪一巴人圈 长了多久了 我们失局的人都来 好 是 全都吃光了 不料这瞎话 被门外的崔大可听的一清二楚 本来他是过来讨好梁拉蒂的 没想到却听到了这么一个大秘密 这下不用他巴结梁拉蒂 举包上去以后 这个立功表现就是他翻身的机会 本来这件事还有缓和 没想到这三个熊孩子 吃完的猪骨头没扔掉 还在家里玩起了拼图 至于保卫科的人来了以后 直接人赃并货 将大毛给抓走了 这下梁拉蒂又把矛头指向了难以